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一起来拉伸吧 ok 第一个我们先来披肠 我一般的方法就是现在 就跑先来了 最后一定要是垂直的 然后可以往后推 然后呢 你就可以回到后面这个腿的力气 然后往前趴 现在就是先给你的皮擦热身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滑到你的皮擦 我有一家电脑稍微有点色 如果没法做皮擦的话 你可以先就是过渡一下再回到皮面 所以你就先拿这个 一定要搭个垫子这样的话才不会疼 因为这个是木头的会割 先这么过渡一下 然后再回到 那这么过渡的话你就直接会往下掉 好 然后再回到水平均 就是你地面水平均 然后如果你可以在地上搞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往下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扳腿 然后呢 下一个我们可以来扳腿 因为你刚刚已经 用皮擦热身了 你拿个绳子会这种跳材都可以 然后把它折个底下 这样不是很长 然后再抓到中间这一点 放脚腕后面 然后这样往下拉 一般如果有可以的话 可以让一个人坐到你的腿上 就会起来 走得起 可能就会这样 然后你就慢慢拉 然后 因为我 这条腿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 扳的时候尽量不要这么鲜化 然后但是如果我鲜化的话 我就这么高 身体就这么高 放到我才压下去 然后我另一条腿会好一点 另一条腿的话 也是开始去拿这个跳绳 我开始是拿跳绳这么压的 然后慢慢我就可以不需要这种跳绳 就直接拿这个手 拿就是相反的那个手 抓到就是像这个弯的地方 抓到这块 然后呢 另一只手 就是 就是不让你翻过去 然后你这样往下拉 拉得很紧密之后 你可以拿另一只手 又来帮你再压 然后这样就是你扳腿的方式 可以再来多打一口 好 OK 然后我们下一个可以来练一台背肌 我们有个球 最好的 但如果没有球还没有关系 可以拿个垫子去 下回事 然后你把这个放到你的脖子后面 然后这个 这个 你的胳膊就是 就是支在地板上 然后呢 等会我们要这么起来 然后呢 你的手披 把这个球往下压 然后你的身体往上 往上推那个球 就是感觉要把这个球给挤抱一点 然后你起来的时候呢 然后你起来的时候呢 胳膊肘不要在下面 就好在旁边 那也没有关系 这样 这样 然后 然后比如说 你能起的特别高 比如你能起的 就是完全都是直的 上半身 然后 但是呢 你要试着就是 就是你不是往下摁吗 所以这样就会更难 就是 比如说你起的很高 但是你比如说 就只能起到这块 这一次 所以你这个要往下压 这样更难 而且你不是要做很高的幅度 就是油 很好 然后呢 比如说你已经做累了之后 你的背已经酸了 那你就 回到这里 就是你这样趴一下 一家里面 这个叫婴儿吃 然后如果 特别酸了 可以叫个人 就是 在两边往前 往前推 不要就是时间往下按 往前推 就两边往前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来 练腹肌 腹肌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 今天 再告诉你们几个 不会很多 然后就你把两只脚都放在这 有一个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你把球放到头后面 拉伸一下 拉伸一下 然后呢 你把球放到这块 然后把自己拉上来 横脚尖 下去 横脚尖 横脚尖 下去 然后呢 一般你可以上去的时候吸气 下去的时候就吐气 吐气 吐气的时候就放松 你的腹肌就会放松 往前放松 那不要 直接打到地面 就是 你要慢慢下来 然后你看那些 驼的被子 你慢慢滚下来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可以来 还是练腹肌 还是要用一个球 就是呢 就是感觉你们 有两个人 你的腿也是一个人的手 在玩游戏呀 就是呢 把这个 球给这个腿 下去 然后再把这个 球给手 这个就更难一些 你要 因为你要把腿也带起来 同时 对 现在你上去了之后 你的重心就会往前 然后就直接脚尖 这块 但也没关系 就再来的 然后我们下一个呢 很像 但是不太一样 就是呢 上来圈一直脚上去 然后呢 绕一圈 然后再下去 哎 你这时候脚下就是 直接把球打到 再来就行 因为谁可能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就感觉 你这只手 碰到了 就松开 然后这回就 准备好要到后面了 因为这个一直要换手 所以有些时候拿不稳 没关系 然后呢 一般这些 就是腹肌和背脊的大发 就是10个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 不能比如说 啊 我一个月使了 你最好就是每天使个这样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就是 可能进步更多 然后呢 比如说你腹肌这样来着 你一定要趴过来 趴过来 趴过来这样 往后撑 否则你的肚子就是腹肌 会疼疼 好几天 就我之前有发生过 然后我们下一个可以来做 就是这个桥 这个桥的话就是需要你的柔软性 就是背和肚子柔软性 就是可以往后很多 然后因为你练腹肌 不是你这块就是可以起来很容易吗 那你现在要把这个腹肌给拉长 就是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呢 我们下来就剩下 如果你没法做桥的话 你可以先这样 这样就可以 然后呢 因为 然后这个也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桥 然后这个你很好了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桥带过来 然后 下来 这个叫公式 对 叫公式 嗯 然后这个也会帮助你的桥 然后 然后我们这桥 最简单的方法 大部分人都这样 但是我感觉这样还有点难 因为有些时候会把你头发拉到 但是 看你自己 就是你可以把手放到 就是从前面到上面 这样 是这样 然后下去到地面 然后 然后呢 这样你就得 就用你的臂力把你的身体 就是把身体给撑起来 然后有些时候 我都会感觉我的头发 就是最后面会被拉一下 然后 下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头放到这样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头放到这样的时候 再下去扶得也 会把头发去上面拉一下 然后 那样是会有点疼 然后 如果你没法从站着的话 你可以这样 这可能有点复杂 就是一只手 然后呢 左手呢 如果你 你也可以用右手 但是你的左手就放到地上 这样往前 高于你的脑袋 屁股起来 高于你的脑袋 然后 往地板上够 往后一翻 然后你这只手会扭的 对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下来 然后 如果你要站着起来 就是像 比如说 你想站起来 然后你就需要你的背脊 你把你的脑袋戴上来 就是 你要先把你重心调到脚上 然后呢 你蹲 就起来了 有些时候会往前 轻一下 然后这个拐完之后 也可以用右手的休息 然后我们下一个 就是也可以练习你就是 站起来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 把杆 或者一个很高的椅子 或者沙发 像我这样的 你可以站在这上面 不要很远 就是你的胳膊可以碰得到 然后你就 脚要分开一点 然后你的 就是你需要 就是你需要 不弯膝盖 弯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弯多了 否则你就下去了 就是 甚至你也可以不用了 然后你就是 把这个 臀部往前钉 然后慢慢下去 然后慢慢下去 手碰到那个 就可以起来 这样碰到 你可以推一下 就起来 最后也可以帮助你 然后有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手带力 然后呢 你有些时候比如说 你刚开学后 你控制不好 你可能就会往前 因为甚至你很好的话 你也可能会往前 或者我也会 然后可以在这待一会儿 然后可以在这待一会儿 然后后面可以 像我爸那样 手指要滑下来 然后这样自己把他带起来 但是一定要注意 就不要摔倒 然后 就可以隐而继续休息一下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 就是横叉 横叉的话 你可以把移家店 就是靠着墙 然后我这会儿已经有台子 所以我现在就先不靠 但是如果你 就是没有 深入紧板的话 那你就把移家店 靠着墙 这样不会很亮 然后呢 你就先把这个脚 怼住这个墙 然后确认所有都是方的 没有diagonal way 就是不要有鞋子的脚 然后就这么趴着把它压下去 这个也是肉身的女叉 反正的压力一会儿 你应该适应疼 或者你已经吓死了 你就可以对着墙这么滑进去 但是呢比如说你已经屁股碰了 或者你屁股可以看到了 但是你要很推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站着 站了一台垫上 然后慢慢走下去 这样一样 然后力量很好做 你可以把你的脚 就现在我的脚是面对前方的 你要把它往后摆到这个状态 但是你的脚还是要是完全打开的 然后最好你是完全打开的后 你就快点趴在地上 这样就是很难 如果还是太简单了 可以加装 然后如果你躺了话 你结束你就把两个膝盖包到一块儿 你倒一下 吸气直立 然后呼吸就这样 躺在一块儿 然后这些就是拉伸最基本的组合 然后呢 它就是会有你的背肌 腹肌 然后你要有柔韧性 就是比如说下牙 我刚刚做的那个 倒来倒去的 就是柔韧性 然后腿的柔韧性和斑腿之类 一些都是柔韧性 就是练柔韧性和练肌肉 就是最主要的 拉伸 拉伸和 对 然后我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视频 点个赞订阅 All Good Bye 拜拜